大家好, 今天又是股市超保署的时间 今天邀请了KK 今天和我们去分析股票的新宜宜B陪着我 今天的事实太闷了 闷得好像没什么声气 基本上除了看龙头的几只ATMXJ之外 基本上都真的没有什么特别计划 可以说有特别的移动的情况 不如先看看ATMXJ的情况 这里吧 你自己看吧 你有什么感觉 你还持有哪一只 美团和亚里 不过这些都是中长线 暂时不会放的 即是没有走过短? 亚里因为我未回家乡 270多 我第一次和KK做事 所以要解释一下我始终的价钱 美团大概是290多 我觉得美团也有实力 可以先握住 亚里没有办法 只可以 他不怕坐 对 不怕坐 有些人贪心是喜欢走短的 或者短 可能贪心是短炒 因为短炒波幅大 对 对 我看你的样子应该不是一两手 你不是 哈哈 你之前说是小炒 对 你拿一些 如果你玩新经济股份 有时候这些 因为有时候 上升 就算是上升轨 它们的波幅都够大 所以有些是用来短炒 有些是用来中长线炸 我觉得就好玩很多 你之前有 这个是腾讯 之前有 你之前200 他们就说特价事件 是啊 是啊 这样也可以炒一个波幅 是啊 其实你见到它 已经是再跌不下 有些股份 其实你就可以够处定 是 因为有些朋友 可能会很贪心 贪心什么呢 就是觉得再便宜 噢 你250 我看你230 你跟汇豐一样 你27元 我也是这样想的 那时候 见一次投稿才买 那样 其实有些股份 你见到它已经是划算 就应该是买些 因为你不会一次过买完 你再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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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阿里呢 其实都是一个 很好的 不要说用教训 是一个经验 是啊 其实那些位置 大家就可以 因为当时候 你会见到 所有股份都涨上去 而你很多股份 就是ATMXJ 只是阿里姆 没有涨上去的话 其实它就 无缓缓爆上去 你见到这一转 都是的 它都没有什么特别原因 不过去到这些位置 你就未必可以追 就是 短炒那些 我们之前都沽了 就是这几天 尤其是20天线 我们一定沽的 沽完有些货底 你就等到300 甚至等年尾 或者是日常的反动断法 哦 出了 原来没什么 到时候这些股份 就再升 嗯 我会这样玩的 我会这样玩的 起码我们就会玩 那对于我这些 未买过ATMXJ 现在 这些都很尴尬 很尴尬 不算 不过就很尴尬 尴尬 很尴尬 因为中间 全部都是中间 哦 是啊 你见到腾讯 腾讯 腾讯 也是中间 有个股价 这个股价 有兴趣 为什么你又不买 不知道 应该一直觉得 很高很高很高 但是 怎料它 就是 因为 当时我看的 就是这些位置 一直觉得它太高了 所以就没入到 那么它又比你买 你又不买 现在这些位置 其实是否可以 50天线的位置 就是这些 你是等这些一下子 我觉得 那就错过了 是啊 只有一天 就是腾讯 你见到美团也是这样 嗯 就是这些 如果之前你都仍然是深信 是中程线会价 那这些大跌 永远都会买些 虽然可能会有很多坏消息 大家很害怕 是 又说再跌多10% 我就买了 但是很多时候 就是一顺即细 尤其是现在的新经济股份 嗯 那个波动就是太快了 短期就可以了 嗯 未必说你一天 那个技术走势转差 第一天就不会转好 你看到它又很快转好 所以现在这位呢 就没什么可以做了 老实说 就是 譬如说你连满美团 你今天都已经 似是炒定了业绩了 我觉得 是啊 所以这些就没什么可以做 我觉得 你温暖的就应该继续俩了 你沽了就应该上个礼拜 就开始沽了 是 但到上过些位置应该沽了 所以就没荷物 没得卖了 是的 这个时候如果炒了业绩的话 应该都已经差不多消败了 是 嗯 有没有的 因為你明天還是期止結算 因為期止結算完 你可能要湧上11月 你可能仍然是高位的尾團 但是業績之後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你業績最近那幾隻全部好 都要是跌的 像京東那些小米也是 好笑 你只有一隻你健康 你健康業績好 因為你等業績好 那它就有得升了 今天就好美好開心 但是你還未上回22元 即是跌定來等業績 還是升定來等業績 現在美團就似乎升定來等業績 所以最後業績好 股價又不知道會怎樣 那我等業績後便可以便宜 那就可以買到 其實美團每次也不會太便宜 你見到 都是不足天線 上次也很高一點 對 那時候大家會覺得很害怕 全部都是低低收市 對 那一陣子是 對 如果我們以往多數是低低收市 就說明天可能一個跌倒 一個列口低開就買 對 再收拾便宜貨 不過這次就沒有發生過 但是沒有了 就回彈上去 對 所以先看著美團50天線 因為我覺得業績就算好或者差 它有估額 應該股價還未說真的會回很多 因為還有一個含指成份股 納入那個時間給它 即是下個星期 如果你是下個星期 那你就算真的要沽 或者變成了魔咒 它都入了一個成份股 那變相你下個星期五之前的股價都應該會硬 即是你的股份 未必會調整太多 但是真的買便宜貨呢 我覺得是在12月的第二個星期開始 因為你可能會有一點股價 所以你可能會有一點股價 到時候看有沒有機會再買 又或者去到月底之前 就等一個反動斷法一出 可能因為受累的應該是阿里和美團的 就這樣現在看 因為他們影響應該會比較大 即是他們平台又收佣金 又可能有一些 不是太合理的contract 和一些商戶簽 影響性會大, 大家應該有機會再買便宜貨 我會密切留意12月中 買哪隻? 五隻都買了 不行, 買重倉 我之前沒有跟你說嗎? 我買了別的東西 我買了Dave Roman的一號 他問是否可以? 一號你不會為切菇 他還沒回家 你是不是回家庭? 還差這些回家庭嗎? 幾個月前 那你繼續拿吧 你沒得轉 為何這麼絕望 我說你沒得轉 因為你捱過了最壞的情況 但你低位又沒有吸 所以你應該更加拿緊一點 因為你的長和是 你潛在住已經發生了好消息 你又炒舊經濟股販 你再加上本地相關的大藍炒 其實都仍然落後 所以它的價格如果真的要合理一些 我覺得至少六十五元那些位置才是合理 我想問以Janny 的情況 因為她一號說是九成的錢都已經放在一號 都沒有九成 八成的錢都放在一號 當時我們就以為回家庭可能會減倉 可以減一半 但她就沒有減到 如果你說會升上這些位置 回家庭的時候 Janny 應該怎樣保存 應該是減還是繼續減 因為我會減 我都明白我都同意減 但我有個問題就是 因為你說舊經濟股 現在都仍然落後 好像一號是因為大環境拖累 還是因為她之前的利好消息 只是她賣了自己的資產 不是她做了什麼封攻遺跡 這可能純粹是一個one time thing 突然突然爆上去 她打後都可能是後勁不計 可能我擔心食不了train 你又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如果你拿著這個股票 現在你吃了那一層 因為你吃那一層你上回那個價 你就沒有因為它第一次開始 沽Husky的時候你買 因為那時40多元而已 你沒有那一層沒得溝 因為你重貨 但是現在去到這些位置 就不是因為它是 去回你的買入價 而你是考慮去沽的 應該就不是這樣的 你看回它還有什麼可能性會發生 因為我覺得它賣完東西 它那個負債比率這麼低 它說會拿些錢去做回購 同一時間我覺得它沒有理由不去買東西 我經常承認它會再買東西 賺點好東西賣一下 是的 賺點好東西賣 因為你長和現在和以往不同 它會去選一些資產 它可以升值能力會比較好 或者有一個穩定的收入 還要是即時的穩定收入 它也挺好眼光的 是的 但可能現在 他們有說過因為疫情期間 他們做不到那些資產 你揮去都沒得看 譬如你就算買一個停車場 你都沒有看停車場是怎樣 現在就全部停了 我又覺得因為現在它炒高了上去 所以短線是有機會會回一點 你見到動力不太夠 尤其是你看回MACD那個動力 其實它已經是牛鑽紅了 短線有機會再落 可能落回五萬元甚至二十千線位置 但之後再靠回 覺得它在疫情之後再補儲了 就開始有得去購物賣了 到時候它的動作應該會更加 沒有理由純粹只只賣東西 因為純粹賣東西 賣完東西沒有東西做 就應該派特別息 它現在就沒有這樣說 它就說回購而已 是的 回購而已 不會用那麼多錢回購 但是如果你想著繼續開 我覺得它再有些東西 這個動作是不是比較該可取過 那一種它 wisdom 就是多了一些想像空間 given 炒到 concept 之後會發生 我可以理會 之後可能是下年的第一季 我覺得明年是第二、三季的事業 哦 那我還要慢慢坐 要啊 所以如果你有賺 因為如果你有八成放入一隻股份 你既然等你有賺不虧錢 就應該部分沽了一些出來 或者是平手的意思 平手是啦 因為你浪費時間 是 這隻東西 是的 你不如就是這樣 你搏就是你找一些股份 你短線可能突然之間有些賣入機會 譬如我們剛才說的新經濟股份 它突然之間下流 那你那一刻你買一些 因為它們的波幅很大 你又不怕坐 那你不怕坐的 那你那裡可能就已經 好過你坐在那裡等 那你那邊賺到錢的 那將來你看到長和 又真的回到五十五元 或者五十多邊的位置 你就可以買過 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那就未必的了 五十幾元的時候我就想 應該是低一點 我肯定是那邊會翻轉頭 在這些位置 我猜在這些位置 在你的位置附近 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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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R-痕一樣 低一點 五十九元左右 在之前的平台那邊 那你又有這麼多出售消息 那應該不會跌穿到那些位置 但是那些位置 那時候你再可以買過 所以你走兩邊 我又不是這麼執著地 所以你說他會否翻轉叉 因為你說你八成的倉是太重倉 所以我們就很關心你 所以我就在想 我走了之後 如果我買新經濟股 而我又賺到的 那我都不會回頭 可能吃不到回頭倉 這一轉 尤其是這幾個星期 大家有經驗 就是新舊經濟股分能夠炒 那你有兩邊 那你就日日開心 只不過 就算炒舊經濟股 我都不會買匯豐 有些人是會這樣 但是長和這些買得過的 這些可以的 航空股 航空股說你外面炒得這麼開心 293 是的 293都OK的 不過就等它回了 等它回一下10天線的位置 這一轉應該就玩10天線開始了 那你昨天又少少見了短線頂 但是10天線我覺得它支持力應該大 因為以一隻股份的價值 它其實上面的空間都還很多 不是計它什麼時候可以在疫情走出來 或者回復疫情前的運作 可能還有很多時間 但是如果你覺得價值應該都還挺高 這就看 剛才有一位Garry 他叫我減兩成買到9923 其實我之前想買的 不過我那次問另一個嘉賓 他說這些我不熟悉的東西 我就不會碰 儀卡 儀卡 我又開始敲到 為什麼 我想問你Garry說 買到儀卡這麼有信心呢 你告訴我為什麼你這麼有信心 我想知道Garry你回復一下KK 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的心態就是 除了ATMXJ之外 我自己就想砌一個計劃 我自己就想買一隻新能源車 買一隻做電子的原材料 即175那些 那時候你 隨便買一種車 然後就想加 隨便買一種車 覺得比較便宜 沒有賣華神 肯定是很貴的 當然是不會買自己的 當然是買一些便宜的東西 可能買吉里 然後買一些信譽光學 然後買一些江西銅 江西銅 為什麼 最近江西銅他們經常在賣 我只想等它便宜一點才買 總共銅是工業員材料 哦 或者買一些基本金屬 或者買一些禁風利業 那你買禁風好過呢 禁風177月 不過你跟有一點關心能源那邊市 是啊 即是你又是編在一邊 即是你的計劃 因為如果你砌計劃的話 最簡單的 當然你將近來 想到很多一些概念股放在一起 但同一時間你整理這個計劃 你都要想一下 當市場突然之間有變動 因為我聽你說的 全部都是高窩 即是我們力度很高 這部份的波動很大 那你跌下來 就很金的 因為當一個概念完了 可能它的基本因素是一樣的 那你的價值不同 你的股價會回得很急 你又沒有收報的了 那我應該怎樣買另一個辦法 去對沖呢 你就要加一些舊經濟 哦 那不用怕啊 我的部份有數成都是舊經濟的 你可以放一隻舊經濟的 我覺得你可以 放一隻 你現在都是放三隻的 不是啊 我有其他老土的舊經濟股 例如呢 忘記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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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記得你兩隻 不是啊 我有地鐵 哦 地鐵 梅氣 梅氣 新西街 梅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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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823領展這些人有沒有 領展我不喜歡這間公司 哦 那你又買廣鐵的 港鐵因為當時 不喜歡領展應該不喜歡港鐵 我地鐵是社會運動之前買下的 買完之後就一直等在那裏 不理 經常都送紅菇給我 我先保持著 隨便吧 那這隻就不動的 隨便吧 我都買了少許 不要從錢鬥氣 這隻可以的 都可以的 還有小蠔蔥那邊 哦 對 你這隻不是錯的 是賺錢的 嗯 我很少 其實現在剩下 而且都是賺的了 都是賺的 剛才說的那幾隻就是貴買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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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根本都沒有來 有很多 很多經濟 其實是 是啊 OK OK 不過我覺得就是那些 因為當時買實在太貴了 所以就算現在走 都是沒有說過平手 港鐵 新世界和匯器都是 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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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應該在這一轉會好很多 在之後 那段路會好很多 如果選擇地產股 真的是 No.1 我自己心目中 No.1 未來的前景應該是新世界 是嗎 是 新世界 我以前地產的外股是 希臣 希臣 是啊 但是你買過希臣你都知道 就是 她是沒有什麼動力的 這隻股份意義 是的 其實新世界 我覺得她其實也很沒有動力 17號 以前沒有動力 我覺得她接下來會有更加多的動作 因為你已經換了管理陳班子 是的 當然 即是二代上場 現在是三代 是三代 當然 三代不是完全說了事 嗯 還有很多一些老臣子 你需要時間慢慢去收拾好 但是你會見到新世界做的東西 現在是走得前的 即是無論是K11個阻子 但實在有不少的人都評論 他們那個投資 銀光好像有點 燈燈的 我覺得這樣 因為現在她買的東西 我覺得是貴的 嗯 是的 甚至乎你最近買 國刀 不是那個 北角的戲院 我叫什麼名字 黃刀 黃刀 那東西其實呢 我覺得她很有藝術的理想 是的 她花錢的簡單來說 那藝術從來都是海鮮價的 是的 但是 譬如你見到K11 我最初都覺得她花錢 但是你見到開始在內地 他們已經造成了品牌出來 是的 而且這個品牌呢 其實有商譽價值是會增加的 都是有時間的 是的 是有時間的 所以這隻股販是長的 而且它之前不是將那個 股數呢 不是合大了的 是的 然後我也不太懂得繼續 是貴了的 那你變相小散戶 趕了一些散戶之後呢 是 基金可能會中長線看詐 因為你計價值 它們仍然是落後的 是的 所以你用一個中線 我覺得就OK的 雖然我們有藝術是消費的 我知道 很多人都很不滿 我不是拿了一些時間來 說我的話 不是你講 你講的 我很想聽 因為大家可以有個機會去取笑我 作為一個救經濟 不是研究一下 你可以給一些 你應付我一個床 新經濟局那麼悶 真的是悶 他問你是不是喝了Sake 所以不出生 我沒有 我聽你們說的救經濟 我會喝Sake 我們有一個節目 在午餐的時候 會說Sake 噢 這個好東西 我們一起喝 下次可以參加一下 將來疫情之後 喝酒港股票 可以 可以 你會喝紅酒 你會喝口套真言 我說話全部都是真的 哈哈 我怕我亂說話 你喝口套真言 我不會再說我可憐的倉 大家如果可以幫我 騎一下福的話 我想你試試進發新經濟的 我想的 總舖新經濟 我接下來有些錢 我來試試賣 還有美股的勇懷抱 我會的 美股好玩 好玩 我會從此不再成為古壇的主婦 我會成為一個古壇的潮人 好 我們說回今天的潮一點的話題 不要再提及舊經濟股 我的導演都很精靜 三代 哈哈 沒有啦 被老鬼捏著春袋 這個就真的不知道是不是 沒有啦 死得都死啦 有花那麼多 不是就他們 不過有些不同 說真的 架構真的很複雜 我講完了 不再說這個了 我已經抄了所有碼 你不用擔心 之前 說一說過有關今天 trend 的問題 先 今天有兩個大 point 第一是 bitcoin 大家也知道如果約美元 昨天說過 通常人家一是買金 或者買金相關的東西 或者買石油股 昨天也有問過嘉賓有關中海油、中石油和有關美股的金融貨幣 今天有些人寧願不選金都想去買Bitcoin 今天急漲了1.7% 首先我對Bitcoin真的不可以認識 但我想知道如果我要買我可以去哪裏買 第二就是如果我不敢買Bitcoin 我怕會高追 而我想買一些受惠的股票 我應該買什麼呢 受惠的股票應該是想有交易服務的 美股都不太研究到哪一堆股份 我自己也沒什麼研究 就是交易平台那些 但是為什麼突然之間Bitcoin又會有大家留意呢 一定是Bitcoin因為價格又再創新高有關 全部都覺得他比金好 因為金就反過來 1900又1800又說避險的 全部都不避險 而且我覺得買了金之後 他就是坐在那裏 咦?避險? 我又不覺得他怎麼升 是啊 一天買才行 因為我不覺得金是避險的 我再重新多次 我講了很多次 那你買一個東西在那裏避險 因為它有intrinsic value intrinsic value 那個value是哪個定的呢 那個market定的嘛 那你2000元又避險 1900元又避險 1800元 那避險的人去哪裏呢 你最近當Bitcoin去到差不多接近兩萬元的時候 大家就說他們才避險 那你會見到真的 那個trend呢 其實由Bitcoin開始 已經是影響了當時的金價 即不是說這段時間 說1200元那些位置的時候 你見到全部都打不起 因為有些人就說 其實炒金的班就去了買Bitcoin 其實是炒價而已 有什麼炒就去炒 那倒是 是啊 我們自己研究部都有提出了一個問題 有些分析員去問 究竟背後為什麼Bitcoin的價格可以這麼瘋 是啊 我也不明白 因為你已經一開始 即是你corner了貨 即我們叫做好像你炒世價股那樣 已經是貨源比較緊 現在你一手單位還要這麼貴 嗯 那你變相大戶應該就不斷夾 嗯 那你現在你開始有些人說去買的話 那你小心了 你就是短期試了高位 因為之前都是這樣的 大家說我去買Bitcoin 哪裏可以買啊 好過金啊 那時候就見頂的 那你不排除這個氣氛 是剛剛有大行很誇張的 說你不夠兩萬元 在不知道未來幾一年 是變三十幾萬 嗯 那這個數字是很驚人的 就是如果你這麼多人這樣說 所以如果你買Bitcoin是可以的 不過我就覺得不一定說 在這些位置這麼高去買 還有呢 你是不知道背後 它真是哪些人保持住 除非你有線索 我覺得 好像普塔牛底怪說 其實不是避險 而是人們怕撿輸 所以就買到推廣價 是啊 其實有不像說怕撿輸 這一轉升上來就應該不關事 但現在這一下就像了 真的很好 我覺得 四五千元不買 現在你才來買 那樣 一定是會這樣的 但有時候就是沒有去摩艇 摩艇就向下溝 如果四五千元大家都去買 因為就相信乾媽 即是那個Catherine Wood 女股神 她看Bitcoin看三十萬 過十八千萬 十萬 如果你相信 女股神就可以買 不過今天好像Bitcoin跌了一點 Garry 什麼時候呢 三萬一定有 如果這樣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憤身Tesla 看七千元 我憤身信乾媽說話 哈哈哈哈 Bitcoin我有些保留 所以雙單股也不用想 你也是炒短的 而且你的波動一定大 你也是買少許 可能你會 剛剛入美股 可能買回它的股票會好一點 買回那個技術 那些是Bordtrain技術那些 嗯 我可以買哪些 我不知道我要搜尋 真的要搜尋 因為現在我沒有看 我只看Bitcoin有價 沒有看背後那些公司 老實 因為我覺得現在開始 很多公司都說做Bitcoin 連騰訊那些都是Bordtrain 阿里都有的 但問題是你那個技術 你是怎樣使用 而令到它真的有revenue 你最明顯就一定是Bitcoin 因為你這麼多 Bordtrain的貨幣 那你最後都是Bitcoin 那個成交量是大 嗯 你香港有很多的 其實就是之前 就是有些騙案那些 那你會見到 他們都有講話 那個價錢 就是怎樣炒高 但是你見到那個market 其實是一班莊家做而已 嗯 最後市場 認受到 或者你見到那個成交都是多 就是你要只可以玩那個 那就是Bitcoin最明顯 你不可以炒落後 拿其他那些 嗯 因為沒有那個認受性 你現在很難的 嗯 我可能都未必會炒Bitcoin 可能我會買它相關 它有做開的股份 就好像Square這些 它都有少少少Bitcoin的東西 那我就會買它的股票多一些 其實很多隻之前都說自己有Bitcoin concept 是啊 連雷社都有的 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 他們那叫做 是 Square這個 黑人問號 其實你這麼闊 你又 未必是可以說 它有相關你就去買 是啊 你真的要看一下它的技術 甚至乎是不是 即是 賺到那個收入 和那個盈利先 嗯 這個重要 現在已經不是一個概念 不過我覺得可以 你說Square Square都可以 是啊 不過現在的價格有點高 當然 我先讓它再回一點 是啊 不過它要等 真的要等 後來幾個月都沒有壞 不過Bitcoin短期就應該夾 是啊 應該是夾 火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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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三六 六三六 很少看每天的價格 今天都有人問過 其實這兩天都一直有人問 尤其是受惠疫苗運送 有些疫苗運不到 零下七十度那些運不到 一部分 其實都是好消息 反而是最後這一層 由感恩節去聖誕節 這一層都應該未死得 但它因為升得太久了 如果你說現在 先去買 反而你是看一些短的 技術支持位 譬如今天這些 這些位置你OK了 你回到二天線了 你可以考慮這些位置去買 接近12月 甚至乎農曆生年前 整體的航運業 物流業 都仍然是有個需求 因為你這個就一定的 因為現在沒有運力 能夠做到物流的 做到航運 甚至乎空運 那個量其實是少 已經淘汰了一堆 所以那個價錢其實是貴的 那加利其實是受惠 尤其是東南亞那些 所以如果你說這些位置 買上面應該都還有些位 我覺得 我覺得 但是你要真的要看緊些股份 因為現在你是在駁 這個上升軌 下降部分跌不穿 但如果不是 原來他們先行反應 是在在一個月或者之後 航運價格開始回回去 那你可能那個下降軌 一跌穿 你就會回得很緊 所以你是要定位指示 這些位置是買得過 上面應該都有 但同一時間應該要定位指示位置 是 好 是 好 還有什麼 最後一個是368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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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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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38 38 38 39 40 38 39 39 在百分比方面 或者是資金方面最多 之後才到封電 你不排除這些消息 會有機會繼續反效 所以有好消息的話 這一轉就應該是調整的 我覺得你可以繼續 看著五元 當然你要捱少少價 如果你以這一轉反彈 它真的支援到的位置 應該就四個零七 那些位置 可能你會捱多一兩口 但是如果你真的四個四買的話 那貨不多 你四元那些位置應該加住 那我覺得你就可以賺完它 下一轉去真正突破 四個半以上的位置 我覺得這隻OK的 下回來都還可以買 咦?我也可以看一看 這個太陽能 到了價錢就買了 就是你看到四元 四個零幾的位置 它跟信義光能呢? 信義光能 信義光能就直接一點 其實幾隻差不多 如果你問我買 我買信義玻璃的 反而是玻璃人 對 直接玻璃 直接一點 因為信義玻璃呢 如果你說光電場會有補貼 但你真的說整個板塊的 售位就是最上油的供應商 因為它屬於下油 你補貼 你可以補貼到 但是你補貼的同時間 你都會對於玻璃的需求是會大 而光復玻璃呢 其實就比較稀缺一點 在你屬於這個行業 那你的價錢就比較硬 那你會搶高的 每個人都說做光電場 內地很多的 但是你最後能夠有玻璃的供應 去回那個供應 就應該是信義玻璃就會受惠 福萊特也受惠 福萊特 之前我們入過這支保利協印能源股 這支是拜登概念 是呀 之前入了 不過那時候我們 那時候我們 我坐了很久 那時候是因為有老師說 然後我就自己去看 然後很便宜做 我是大概三毫八 入了這些位置 等了它很久 一個幾個星期 一直都沒有耐性 然後你跟我比 突然間它又升了 你耐性厲害很多 它升了這些位置 然後我就想走 為什麼它突然爆了上去 當然 你一破了那個位置 就會爆上去 我買了兩手而已 700元 很少的 這麼有趣 這個是用來試試能源股 這支我都沒有想過這麼誇張 是啊 沒有想過這麼誇張 我可能我以為這些都差不多 照做 因為它大概是 都是這些位置 可能它差不多回回去 我猜它大約是七毫子的 因為它爆邊 你走都是走兩毫子 上次呢 你看它差不多近 在十月初 十月初的時候就是五毫子的 是呀 十月初 是呀 前一點點 剛才那裏不是十月初 是呀 這個不是五毫子的 是 再後一點點 剛剛近著五毫子附近 是呀 這支呢 那支楊竹仔 再移過去 再那邊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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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初不是有幾支大楊竹的 是 是 你會看到它開始走大約兩毫、三毫子左右 所以你爆邊 你這樣回覆上去 應該都是兩、三毫子 你這次就是兩、三毫子 你去到七毫子 應該是短期進一段 就會回回來了 因為它現在RSI也是超買了 是呀 那它應該是有些調整的 調整 之後就不知道 其實它雖然是龍頭 但它那些東西很便宜 我覺得 我不喜歡便宜 我喜歡價格 價格 不喜歡鮮鼓 所以順義玻璃就高級 豪子鼓 對 所以那時候 如果你說我選很多 仍然是選順義玻璃 當然這支的 厲害很多 但如果買到也很貴 順義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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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不止一多久 有一個半月 我忘記了 十月 好 下一支就是941 941 好 中國移到 嗯 它的問題是 怎樣看 你要拉上去 我都不是好看 它好像是怎樣 買了號碼 即是買不買 問你怎樣看買不買 應該是 它沒有說它自己有貨 怎樣看 昨天就再出了一個消息 就是說 短期有機會 是 那個叫美國 制裁名單 是再闊一點 是 你941 中心那些又會有關係 嗯 我覺得這個 就你在特朗普上場 下場之前 你都是長期要擔心 那你既然有個這麼大的 不明朗 每次去彈 就不會彈得高 即是如果你作為一個專業投資者 就簡單的說大戶 大戶不會和你這些位置賣 多少錢都不會賣的 嗯 當你完了之後 就叮叮叮叮叮追 是 應該是追的時候 才大家一起追 沒有貨就不要碰了 我覺得 你上面不會看到太多 那你一兩元 你沒什麼意思的 這個股份 是不是 就算你說穩陣 它又不是穩陣 它突然之間可能會暴跌的 嗯 所以我就不會 我就看得悲觀的 這一段時間 嗯 你過了什麼 1月20日之後 是的 等著特朗普下場之後 我覺得 到時再看回中二棟 他的股價走勢 是 因為他最近太靜了 我覺得他 嗯 你看到他沒有什麼說 我突然之間 就會擔心他有東西 就馬上出來 嗯 所以相關股份 我覺得都要小心 他啦 聯通啦 中電信啦 中通服啦 又或者現在正在傳的中心啦 嗯 又或者763 其實大家這些都要小心 不應該行的 我覺得 你有貨呢 就唯有繼續持續 我覺得 因為你一定坐緊的了 你要繼續持續 你拼著特朗普不做事 噢 真的不搞那些 是的 你不搞 但現在這個行政命令還在 是 因為他可以想得很恐怖的 即是有機會是自己嚇自己 是怎樣呢 因為你中移動 如果美國投資者不能買 嗯 你想一下 現在歐美佔了香港 整體的投資者的百分比 其實是說的是一半以上的 嗯 那你說如果美國不能買的 那中移動相關的那些要沽 那它恆指成份股 包括那些ETF呢 即是恆指的那些ETF 它都要沽的呢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很恐怖的 可以跌倒 是呀 所以這一串呢 相關的股份呢 還有一隻鐵塔都是 是 鐵塔之前說 被傳在名單之內 施塔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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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 它一直的股價都是這樣弱 是呀 這隻大家都要留意 就不應該去搏鬧底 施塔 但是它今天說有個5G大會 是嗎 無辱啊 沽死你了 所以那些人都叫它施塔 算了 是呀 因為這隻股份呢 是很多美國投資者買的 嗯 是 因為別人比較 美國鐵塔和中國鐵塔呢 中國鐵塔其實的價值 可以高過美國鐵塔很多 嗯 那你變相當時就引了一些 真是投資者 現在變相呢 它們就向下炒了 一度沽 就是 就是 那個價是一度被沽下去 但是它可能 它那個轉手沒有轉的 就是你 有貨平翻的嘛 就是 因為你有手貨在這裡呢 你就可以向下炒一隻股份 嗯 就是詳細又不講啦 就是怎樣做啦 那 他們反而會賺錢的 嗯 既然鐵塔有一個這麼潛在大的壞消息呢 這些股份呢 又受著政治因素影響就沒有得搏 所以 使得它可能要去到明年的一月了 我看這隻 是 到時才再算 嗯 暫時看好像過二是守得住的 但是就不要被這個 短期的假象騙到啦 嗯 其實都不要碰啦 那個板塊 不要碰啦 你看看上次7月去到9月 它都可以好像過四頂得住的 是吧 就是這段時間呢 過四呢 是 你看到幾次了 就是由 是吧 開始 去到八月尾啦 7月尾啦 然後去到九月最初啦 你見到呢 一破呢 就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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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排除過二都是這樣的 又一元呀 變成豪子 是啊 所以 小心 不過我想都沒有人會 他沒有啦 他買這隻 因為他這個 人都已經說他屎塔 不是啦 這些就沒有 可能有一些人 他會願意去嘗試他自己的運氣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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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覺得太受政策影響和沒什麼肉食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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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又不可以短線 可能生產線有一些問題 嗯 其實這個是 中期業績在八月的時候 呀 對不起 是在早一點的時候 你見到他公布業績 是叮咛叮咛叮咪上的 嗯 因為呢 又說他接下來 在年底之前 會有多少新的產能增加 嗯 但是現在好像不是投入的 變相這一個消息 就蓋過了他們的加價那樣的發言 因為你做不到的量,你只是做到的價格 那你整體方面,是不是可以盈利配合到現在的估值呢? 所以就算之前有商11,或者接下來有商12 你見到價格反而一浪比一浪低 今天就好像死手住過50天線 如果你有貨50天線,這些可以駁得過 即是50天線的位置可以駁一下 但就沒有期望這麼高 只能去到11元附近,甚至是11.12元 剛剛琴力高位附近那些位置 但它的trend就像是走一個下降的三個月一樣 要小心下降軌是不是會這樣伸延下去 我就不會駁住了 即是這些股份 即是神明你都覺得不看好 不看的 即是神明那些都不看的 即是你短期彈,尤其是彈高了 你錄回來講一下 不過它就有點不同 因為它的產能增加就不太多 那個價格增長了 就變相可以弄到它整體的收入 所以它就彈了幾棍 但消息都應該已經消化了 而且基本面不太強 你這些 你沒得搏剛剛那一轉去爆邊上 這個情況就有少少像300 哦 是呀 300又是一破了頂 這樣就砰 就上了4、5號次 那現在就下來了 我覺得它繼續 這個回憶會大 沒得搏 不過算了 這個已經離開了 就不吃回頭草 是的 不要按這個 好 然後是一個 最高的300最高只有兩元 其實這個我經常都令我想起 牛奶 就是寶利 因為不可以說的牛奶 不能說的牛奶 通常比較不好 寶利牛奶 我剛剛看到一個留言 都問一七 不會好像吉利 不過我要錄回照 他今天是不知多少錢 沒有事 就是頂得住10點錢 我不太記得留言在哪裡 總之它是22.6有貨 然後他問是否猜 還是指蝕 他說22.6有貨 KK是怎樣看的 其實他就 其實今天呢 就 在消息面 就有些怪的 因為今天呢 你看到北京開了一個 就是 關於怎樣推進消費的會議 是 是 他就說 汽車 又說幾樣東西 就是車又是食 然後又說消費 農村 家電 就是下鄉那些 是的 那你見到就是刺激不到A股 包括港股這邊 反而呢 又再試低位 我覺得跟高股值是有些關係的 不過呢 你今天這樣試了下去呢 即是叫做即日收復了 反映了他們低位都有些承接能力 嗯 我又會建議你繼續駕駛 搏一下呢 就是 是不是這個短期 今天震一震 因為整個的板塊走勢 其實就未算很差的 你看看一二一一 其實今天呢 都仍然是受得住二十天線的 即是你看到他 既然兩隻 大家最當炒的兩隻都沒有什麼事的話 即是錢還沒走 還沒走 今天震一震下去 又彈得上去呢 我覺得吉利 你還有機會賺多些 你可以先看著之前高位 如果你看到之前高位 就應該不止這個高位 你照度上去 應該至少二十五元 甚至乎是樓上的 不過 如果短線是再跌穿 今天低位 再試一次十天線 留下 那就要小心了 試到就未必有好東西 即是未必說真的 每天兩天都是試一試 坐下去 然後升上去 到時候就考慮走了 現在可以繼續駕駛 也有少許位 有 有 我去到看 是啊 看二十五元 我覺得他會破 雖然是昨天的音燭 但應該會再試上一個 上升通道的短期頂 因為上升通道 如果繼續走上去 就有二十五元再看 每次就多些 如果這個時候又多不可以 這個時候就似 我覺得 你要駕駛 你就是駕駛十天線 樓下 哦 即是二十一元 這樣都很久前 是啊 今天 你都 初段的時候下了去 你看 那你應該就是那些駕駛的 現在你的駕駛都可以 不過你的直駛率就會低了 對 上行空間有點低 是啊 但是你上面都有 譬如你上面都有 兩個幾三元 那你下面你拿回 今天低位 你二十一個爆本 那你一元 大約都是五個%左右 即是上面駕駛一成左右 嗯 你下面你只剩五個% 是 其實是直駛的 不過沒有那麼直駛的意思 嗯 嗯 還有明天都應該悶 你今晚美股又沒事 哦 不開心 你期止結算 對 你今天你見到 最後都會抽上去 所以 小心點 就是 你拿著高位做結算 很多時候都不是太好 嗯 留意一下明天的中五打號 看一看 中五打號 多數你標準價 可能市場就會市底 嘗試一些支持 嗯 那我明天可以想 想什麼 吉利 呃 便宜 可能會 它可能再便宜些 對 它可能會再便宜些 不過吉利我覺得股票還未完 嗯 就算這一轉 剛才叫做指洩 那也是短線指洩 嗯 中長線呢 其實你 那個價錢應該未到 不過這一轉 就真的要休息一下 就是一些 就算舊經濟股份呢 你見到 股值貴的那些 嗯 全部都要回的 尤其是 近來那些 體育用品股呢 是 你見到它真的穿了 五十天線 二十天線 十天線 哦 二零 二三三一 所以你會見到它明顯是再弱些的 是啊 所以它們和高股值都有一些關係 所以 舊經濟股都要分的 就要分哪些還是便宜些 哪些是貴些 這些就一定是貴的 不過沒辦法 因為它的基本面強 所以貴都有道理的 OK 好 是啊 好啦 我們看下一個了 二八六六 二八六六 中原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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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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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 前幾集有問過 然後那位嘉賓是說不好的 你覺得呢 沒有 它技術走勢有點令我擔心 其實基本面應該還可以維持 無論你航運 或者你集裝商那部分也好 或者你做運油這些也好 因為那個量是在炒復甦 所以它會呢就可以考慮 因為這些股份 就算你短期升了那麼多 其實你計算 它那個P.E.也好 即是計算P.E.也好 其實它接下來改善機會大 即是你復甦 這一堆 這一堆 其實今天的價錢 就未必說 在之後會再見到 即是可能會再向上機會大 其實都很高 它可能會調整 可能會調整 但我又 我不是看得很淡 即是它也好 或者是1919也好 1919也好 1919其實它都升了很久 但是你見到它回得不算太多 即是這一轉 十天線 小小調整 又會再彈 因為都是個行業因素 你運費又是仍然那麼貴 需求又在炒明年 那這些位置 我想在大戶的角度 就未必說那麼急於去獲利 那去到12月就難說了 即是之後 因為你可能年紀 它們都會獲利的 但是我覺得短線這堆股份 都還可以走強 那你變成266 你在這些位置 你落回去20天線 我就會博 博少少 我會 過一 過一 你博回去1.25 我覺得到期 即是不要太貪心 那6.3 你博它就橫區 在上面 即是短炒 是的 短炒 一兩個星期的 我覺得 玩到12月初 或者12月中之前 我覺得應該都可以 其實通常聖誕節 會不會勸人不要入手 或者放放去過節呢 今年又可能會 今年會 其實以往 就一向都會被問的 就覺得是連結了 但是你看到這幾年的連結 全部都夾的 淡市 即是那個成交淡 更加容易夾 全部都是的 你夾到去 新歷新年 所以我就 不會建議 真的如果你說 尤其是坐貨那些 即是坐貨那些 即是坐貨那些 就是 明明我可以倒回目標價 或者買入價 誰知道我沽了 我就不會建議這樣沽的 但賺錢 只不過是 持倉比例會減少些些 即是今年 我擔心美股多些 是的 因為美股 我們講的股 沒有跟足而已 但是呢 升沒有跟足而已 但是倒下的時候會跟足的 哈哈 這個永遠都是發生的 所以我會覺得 那個行指 你在那個 十月 十一月 十一月 都升了 成二千五百點 現在不止了 二千七百點 那麼多 即是升了一成那麼多 那你在十二月還會升多少呢 是的 那你說上面還有很多空間 是的 有些看三眼 但是我會在樓上的位置 會減少少少 寧願呢 就你等真的連結了 沒有事了 又或者呢 你看拜登上場 特朗普 突然沒有玩東西了 那你說一下才加分 我覺得他會玩東西的 都不服輸 我猜不到他 真的 我猜不到他 他可能不服輸 就可能都會 但特朗普就是出名猜不到 是的 真的猜不到他 他最近太靜了 他也會說的 他會說出來說一下 不太像他 我想看他講 可能以後會很懷念他 其實我會說 我很懷念他 很多人也來 因為他那些表情圖 或者他那些驚人的言論 他的跳舞 那些欺貓笑臉色 會好 帶來了很多寬鬧 對於《古事》來說 我又不太喜歡他 是的 股市利益, 因為你猜不到, 你隔晚你做什麼都可以 我們又收了市場 現在拜登就說大麻那些 拜登是異股那些, 雖然你擔心他不記得 異股很多 Thomas很多的東西都不記得 可能約那些就厲害, 因為他不記得 因為要適約, 要適約他, 要拍金信 又說Zoom又會升, 因為他老了 走不動就永遠都用Zoom去做Meeting 我只是服侍他嗎 因為他一個人, 所以大家一起Zoom 因為人很勞化, 所以整個白宮的人都用Zoom 這個是說笑話 下一個我也想問, 其實我也想問幾天 不過問完幾天後, 都覺得很貴 誰知道他不斷升, 就是江西彤 江西彤 江西彤是看童價 這段時間, 因為又是那個概念 復蘇概念 而且真的不只是講字 你看到銅價都是夾上去的 基本金屬那些夾到的 現在整個內地的基本金屬價格都升到 鋁那些都還會升到 銅鋁的時候是一起夾的 那你變相就 有貨, 我就覺得你可以繼續拿 有貨繼續拿 但你找不到位置入的 老實說, 你找不到位置入的 譬如你昨天的成交這樣跌 其實應該今天, 再試回去十天線才買 但你落不到它 十天線, 現在是十一元的位置 對, 你就看得到 這一轉, 他是不讓你十天線買 你總是 要你買貴貨 對, 要你買貴貨 對, 要你買貴貨 這樣就算了 你跟他沒有緣 簡單來說 何苦呢 死追難追 你不如買其他股份 對, 要跟扣女的抗死題一樣 對, 追不下去就算了 對, 追不下去就算了 對, 追不下去就算了 百步之內必有荒草 對, 是吧 我今天想著這題就這樣寫 叫百步之內必有荒草 不要入江西童 我放棄你 那所有江西童的股民都謝謝我 對, 幸好你 讓你買到就死了 對, 你買到就馬上插 那些人就會說你燈了 千萬不要這樣說 如果我成為了燈, 我覺得大家要謝謝我 因為我買什麼大家都可以不買什麼 我是一個非常之... 你要長期燈才行 對 你不能一閒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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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閒 我要證明自己是一個長期的燈 但我不是 在我的買股票的故事 但我一號要離開了 不可以買一號 其實我是好少賦錢的 所以我不是贏得太多大股票 這句要抄下了, 好少賦錢的 我只是坐的 我正在說 這些給KK人 說這句話 所謂貪節得貧 你知道嗎 所以我為什麼經常買這些穩健的東西 然後就放在那裡 然後就忘記了 坐了很久 不過是對的 坐是我的專長 因為你坐得有些股份是坐得上去的 對 那些你亂買的那些就未必坐得上去 其實當我買的時候不是想坐的 妖股也放不上去 妖股那些沒有的了 你搏不到就行了 行就行 行就行 好光機電 哈哈 你有搏那些嗎 我有玩過的 嘩, 厲害 這個我們待會再說 我發現這裡的餓虎藏龍也很厲害 他們第一次認識我 他們說我是微信女 就是因為我買了這些妖股 是不是就是微信女的股份 就是你開始買的 是啊 我就是你傳說中的 難道你是那個方法 可以早前各位有說的 誰同事這麼厲害 就是我 可以賺錢 有少少賺 厲害 厲害 我問你放不放嗎 我問他有時間 還有幾個號碼 他說是110 小米 阿米米 做甚麼 小米 他有沒有機會上網 28元 他說他見Ibank不斷掃貨 這樣 你真是假 你又見到 可能是secus 其實我說Ibank不斷掃貨 Ibank那些紀錄 會不會做出來的 不會做出來的 不過可能會有很多一些結構性的原因 或者擋他家有手呢 他可能不斷沽 他可能不斷沽空 然後買回來的 你未必一定會掃貨 但是這些小米 這些都會左手加右手呢 嗯 因為小米 如果你在一些叫Ibank的角度 我覺得它是複雜 它可以做到很多複雜的事情 包括甚麼呢 譬如一些衍生工具的產品 你會牽涉到 雖然不是說非常活躍 但是同一時間 大家都記得 但是它不是有很多一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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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又不可以說 因為你見到 譬如有些Ibank是掃貨 或者Seekers倉是有 就覺得它就是增持 嗯 就是未必一定是這麼簡單的 不過 就是 小米我覺得在這一轉呢 那個股價走勢 甚至乎 那些消息去看呢 又不是說真的差的 是 上回28元 我覺得 因為它 不是純粹 是真的一隻 手機股 如果你業績 之後你見到 表現 它的股價表現是一般的 是的 是的 老實說 大家都可能擔心 華為又再修改手機 是的 可能會對於它有影響 但是呢 整體上 IoT那邊 我仍然是有些信心 對小米 是的 你可能會捱價 你可能會捱 短線 會不會真的有機會 下20天線 這些位置 因為我現在在小米之前有貨 我都放了 但我現在是沒有貨 我也是在等位置進回小米 最漂亮的就是50天線 50天線 我最貪心 是的 是22個多 是22個多 是的 22個多 會的 因為你的波幅是真的大的 是的 但是你不怕坐得上去 是的 所以有些朋友會覺得 我真的超級摸頂 那你死沙爛爭 哈哈 因為小米 小米是成份股來的 是的 還有如果你留意 它進入成份股之後 有很多個交易 其實它是由它帶動恒指上落 很有趣的 是的 帶動它上落的 你貢獻點數最多是那隻 跌的時候當然是 是的 升跌都是這樣的 所以它有一個新的因素 令到它的股價還可以上去 給它高股值 基本上當然要繼續留意 不過現在你最擔心那一層都過了 就不需要太擔心 短期還有什麼新的消息 令到它暴跌 我認為 華為出眾的 華為那些都未必會出到5G 現在你也是在說4G 15G就是ban 還有如果說華為 現在它是走軟件那邊 即是很老套 說軟件這個字 但其實它是選擇生態圈 應該是生態圈 應該是生態圈 是的 已經不同了 我想華為不會再發好帶去搞手機那邊 是的 有觀眾說如果跌到$22會不會很想哭 不哭 不會啊 我很想買的 我不哭 我也想買的 最好是跌到$20 最好 那我就會帶手進去 我覺得不會的 我覺得這些位置 這些支持位置都很厲害 那些位置很划算 而且要不問價追 22元即買 不過到時的消息很壞 你又擔心 很壞呢 那又不會 等一會先 如果人害怕 我就要貪婪 其實是的 上次也是一個好例子 反弄斷法國史 是的 是的 再等 好 我們最後剩下手情和兩隻啤酒 可以搭買 哦 手情是外股 是的 剛才我看到它問多少錢買 還是有買到 697 應該是2.7 這隻很強 你見到 它呢 業績後 甚至乎這一段 你見到它 就算會 都是大漲小匯的 所以如果你有貨就繼續拿著 我覺得 因為你 應該是接下來 一年 兩年 還有兩年左右 這隻股份都應該維持強勢 因為它的派息 保證了 嗯 之前它在去年宣佈的時候 保證了三年 而它的停車場業務 在疫情之後 你見到股價 都五月那時 已經笨笨上去 是否因為它們不開車出去 被狂擺 不是 它那些是機場的 可能醫院那些做得好 因為它做醫院的停車場 不知道是不是那些人去看醫生 很貴 不過你要小心業績 我覺得它在明年的業績 之前要小心一點 因為我覺得它未完全恢復到疫情前 是 還有之前它可能有些收購的動作 會不會慢了一些 我不知道 但是在講明年的事 你覺得 就是賣定關子 它做短線的相機會大 我覺得你 都是看著三元 甚至乎是在樓上的股份 三元都想得 哎呀 算了我兩個三元去買了 但我會等 就是我會等它 剛剛去回11月初 去回50天線的位置 就出手了 即是兩個四個 兩個五個 兩個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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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這隻OK 這隻長生沒問題 這隻手情 手情 它是有發展潛力和保證的顏色 是啊 而且裡面的股東架構很厲害 對 Janny很喜歡買有顏色的股份 不是啊 現在有幾個 我喜歡買一些名牌的東西 好像KK說的 KK說的 有顏色的 有顏色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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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其中一個因素 如果我要長生的 其中一個因素 就是這樣 其實是怕它 是不是 其實很誇張的 這隻股份 在顏色的時候 只要是不夠100億的市值 但是你看到現在 差不多200億 還有KK說的 是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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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莊家 是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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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買 可以買 好 還有還有青島和華潤啤酒 一轉 高位見了青島和華潤啤酒 是股東 他問哪一隻 最近大行都說是貴的 但你見到大行說是貴 下了一天之後 現在都是高位 老實說 估值現在是貴的 但如果說到農村消費那些 其實它是應該利好 大家把焦點放在車 放在家電 其實啤酒這些品牌或者消費品 因為它夠便宜 有很多東西我不喜歡便宜 但這款華潤啤酒 雪花啤酒夠便宜 它可以在農村 真是便宜 它比較便宜 它比較便宜 我剛才覺得八位便宜 啤酒? 是呀 八位是很貴的 原來如此 你一罐華潤雪花應該是等於 七罐或者八罐的八位 幾千罐華潤啤酒 過兩兩元 過兩人仔 你喝過嗎? 喝過 是不是淡如水? 香港都有 香港雪花 我沒見過 是淡如水的 難怪這麼便宜 但你在一些消費場所 譬如你喝得量多 那些人喜歡喝啤酒量多 那你就當水喝 純粹感覺上便宜 喝這個 是呀 你想想你一罐八位 你不會去 即是香港人不同 以前八位 是用來砍的 是呀 你雪花這些是在內地砍的 我停留了你的印象 八位不是用來砍的 是 八位在內地一些餐廳 高級少少 或者一些酒吧 高級少少 是我們高級的 是我們高級的 是嗎? 不是我們高級的 是我們高級的 現在不同了 OK 所以他能夠做到的量 我可以理解 那些啤酒 他應該很貴的 我意思是質量上升級 我不知道 很久沒喝過 老實說 我不太喜歡喝啤酒 KK不喝啤酒 我喝的 我喝啤酒 有時候喝啤酒是男人的浪漫 溫 溫溫溫 溫溫溫 大排檔是啤酒 我去大排檔 難道他喝紅酒嗎 他喝紅白酒 他跟女士一起喝 雷士 或者商業 商務活動 現在已經很少 已經很快 打瓣 小菜館 小菜館 都是賣啤酒 麻煩你吃八二麵 不過現在人們經常說 健康概念 如果是喝啤酒 可能會喝手工啤酒 傳統啤酒 好像都已經賣不到 這些東西 買不到的量 他們又貴一些 所以還沒說買八位 所以還沒說買八位 越遠 他做到的量 之後的收入應該都會增加 所以我覺得 貴是可能這一剎那 但是你說這些價格 是不是貴是貴的 但是如果你說 你心水是放一兩年的話 這些價格就不貴 那個價錢 你先上去十天線 我最想當然是去回55元 例如懷孕啤酒 去回55元 168元 我覺得差一點 因為168元 清島是屬於貴的啤酒 是 清島啤酒 我就覺得真是值 是的 我會覺得它 我會便宜才買 即是70元以下 65元的位置 那些位置便宜了 即是去回20元 或者50天線的位置 而且你一轉升上來 是有點詭異的 即是冬天沒有流行啤酒 所以他們會覺得 你第四季買得不好 那這一層你便應該會沽 但又沽不下 即是大廣場出現之後 所以這些股份都仍然硬正 OK 那今天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們過了很久了 我們過了很久了 基本上都回答了 所有的號碼了 其實還有很多問題 不過我們 下次再問吧 下次再問吧 我會記住的 我會試一下 很正的 對 不過我已經很久沒喝過啤酒 對 很便宜 所以我不了解 啤酒本身是很濕 Jenny平時喝紅酒 不是 啤酒本身是 我不健康的 所以我都不怎樣喝 好 下次我請你喝啤酒 你想不想面 你請我 好 那下次見 謝謝K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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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